台湾立法机构审议通过了军事审判法部分条文 肯定遭受菲律宾公务船开枪射击的台湾渔船广大型28号再次出海 据日本媒体称 日本最新型的22DBH直升机准航母6号下水 外界预测可与辽宁号提名 日本是如何突破二战后的限制发展航母 装备航母又是想干什么 稍后的热点透视有嘉宾想几分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 海峡两岸 我是桑成 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 6号台湾立法机构审议了军事审判法修正案 接下来请看驻台记者的报道 军事审判法第一条 第34条及第237条条文修正通告 此次修法最引关注的地方就在于 规定了军人犯罪将回归一般司法机关来进行追溯和审理 那么此前台湾士兵洪仲秋遭到虐死一案 也是引发了岛内对于军事审判制度的全面检讨 那台湾的立法机构也是迅速的完成了相关的协商来进行修法 据了解新规定将分为两个阶段实施 第一个阶段的首个试用案件就很有可能是洪仲秋案 那么此次修法呢 也被称为是台湾军事审判法有史以来的最大一次变革 但是一般的司法机构 他们有没有能力去准确的拿捏 比如说正常的军事训练和虐待之间的差别 他们对于军事的法规熟不熟悉 也让各界对于修法之后的成效持一个保留的态度 那么此外呢 台湾目前每年大概有1500到1800个军事案件需要审理 修法之后平均下来 每一家司法机构就要多出80个军事案件需要审理 这些机构有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 以及财力来支撑这些案件能够得到顺利的审理 也是引发了关注 那就有岛内的媒体评论说 现在只是迈出了修法的第一步 今后有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和相关的法规予以完善 才是能不能够解决问题的真正关键 以上是央视记者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当局表示 修法通过未来审理过程将会更加的公开透明 但是也有不少人认为 军事审判法已经存在了很久 这么匆忙修改 如果没有考虑周详 难免会衍生出其他问题 曾经担任台湾陆军总司令的国民党民意代表陈振湘表示 如果外界将士兵训练视为受灵虐 那么部队长官经常跑法院 势必会影响到台军的战力 有严格的训练 有战力吗 没有战力的部队 有安全吗 做一个修法 如果说是不许这么周延的考量 我想这是很危险的 据台湾媒体报道 三个月前曾经遭受菲律宾公务船开枪射杀的台湾渔船 广大星28号 经过修补之后 5号再度出海捕鱼 广大星28号渔船曾经遭到菲律宾公务船扫射300多枪 船上弹痕超过了45个 当时被射杀身亡的老船长之子洪玉智 这次接替了父亲的角色 担任出海的船长 他说修复渔船的费用大概是130万元新台币 是由台湾的渔业部门暂时垫付的 为了生计 他们计划这次到蓝宇附近的海域捕鱼 大约出海一星期左右 船上共有三名台籍船员 一名印度尼西亚籍船员 希望能够满载而归 2013年5月 台湾渔民洪诗城驾驶着广大型28号渔船 在台湾与菲律宾重点海域捕鱼的时候 遭到了菲律宾公务船机枪扫射 船长洪诗城当场身亡 渔船被毁 据洪诗城的家属5号透露 他们已经与菲律宾方面谈吐了公开道歉的事宜 菲律宾届时可能会派特使 亲赴洪家道歉表达慰问 道歉的时间还没有敲定 但是道歉的地点 洪家要求一定要在他家所在的小琉球地区 台湾外事部门负责人5号表示 广大新案确实已经有所进展 当局将会选择合适时间对外说明 目前争取洪家权益 保障渔民安全是最重要的目标 马英九5号表示 台湾渔船遭菲律宾公务船射击一事 双方已经达成共识 同意未来不使用武力处理争端 相信类似事件的争议风险将会大幅降低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湾立法机构6号三读修正通过了 渔业法的部分条文 台湾渔船在受海盗或者非法武力威胁等 高风险海域作业的时候 可以雇佣私人武装保全人员 日本右翼动作频频 先是声称要参拜靖国神社 再列出行驶集体自立权时间表 日本第三艘准航母是下水 外界预测可以与辽宁号平 日本是如何突破二战后的限制发展航母 装备航母又想干什么 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 新航母用清华舰体救命 日本欲重温救梦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 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关注日本刚刚下水的 22DDH新型直升机航母的相关情况 今天为您请来的嘉宾是来自国防大学的房冰教授 欢迎您 您好 大家好 首先我们进行个短片来了解一下该航母的相关情况 据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最新型的22DDH直升机航母 于8月6号下午下水 见名为初云号 弦号183 该舰预计2015年3月伏计 日本自卫队声称 22DDH直升机航母 满载排水量为2.7万吨 舰长248米 宽38米 可以携带7架反潜直升机 两架运输直升机 最多可以携带直升机14架 二战后 日本作为战败国被限制不得拥有航空母舰 然而日本战后以驱逐舰的名义 共建造了三艘准航母 分别是日向号 伊士号和最新下水的初云号 其中最新型的初云号直升机航母 无论就排水量还是武器配置来看 甚至能与中小型航母相抗衡 日本新下水的直升机航母 名字叫初云号 也颇有一番来历 这个型号的舰艇早在侵华战争期间 日本军队就曾经使用过 1942年名叫初云号的日本舰艇 就曾经停泊在上海的长江江面上 对中国舰船实施封锁 时隔70多年之后 日本新航母也选用了初云这个名字 被媒体批评为是别有用心 他选择在今天下水8月6号 说到这个日子不免让人产生一些联想 因为我们知道在历史上1945年的 也是今天8月6号 美国是向日本广岛投掷了一颗原子弹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下水 那么外界有很多的分析 认为这看似是一个巧合吗 那么背后其实是有另外一些内涵的 是安倍有一些要表示出来的话 他并没有说出口 您认为他想表示什么 我非常赞同这样一种观念 因为很多东西这种巧合 网马就是这样子 如果是自然的巧合 那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像这种巧合 我们知道军舰哪天下水 说白了就是一个仪式 就是个定个日子 完全是你自己定的 哪天其实都可以 完全哪天都可以 但是你为什么专门选择这么一个日子 8月6号 首次使用核武器轰炸广岛的日子 也是人类到目前为止 唯一的一次原子弹用于实战 而且是第一次用于实战这样一个纪念日 日本大家知道也是唯一在这个地球上挨过原子弹的国家 那么选择这样一个日子 很多东西他要表达的意味 真的是只能议会 不能言传的 他说不出口 他也不敢说出口 当然他也不能说出口 但是他在不说出口的情况下 让你感觉到 我要表达的这种意思 其实恐怕已经不是光这个日子的选择了 就包括刚才我们讲的日本海上自卫队 尽管表面讲 我已经跟日本旧海军进行了一个完全的切割 你那时我已经对以前的历史一刀切断了 现在叫海上自卫队了 但是你看看 别的不说 这些军舰的舰名 从日本海上自卫队 现在这些主力舰的舰名 比如说最新型的金刚级 爱荡级这些宙斯顿导弹驱逐舰 一万吨级的大舰 用的都是名字 什么名字 金刚号 雾岛号 鸟海号 妙高号 爱荡号 这都是旧日本海军联合舰队核心战略舰和重巡舰的名字 都是当年的几大金刚 都是主力舰的 特别是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准航母 那么前一代的16DDH 日向号 伊士号 日向号 伊士号 都是二战时期 太平洋战争时期 日本海军航空战略舰的名字 就是航母的名字 就是某种程度上 就是航母的名字 我又给你复原了 尽管我叫DDH 我叫直升机驱逐舰 那么包括这次两两DDH这个舰名 把它叫出云号 出云号 我想对抗日战争的历史熟悉的观众朋友们 不会不知道这条舰的舰名吧 813淞沪抗战 堵在长江口 轰炸我们的上海 炮击我们上海的日军舰队的旗舰 叫什么名字 就叫出云号 那当时我们中国空军 这个国民政府时期 中国空军的将士舍死往事要炸掉的 就是出云号 所以你想想看 无论是这个8月6号的一个日子 特定的日子的选择 还是他用这种昔日的日本联合舰队 过去的旧日本海域联合舰队的这些 具有他认为能够展现当年辉煌的这些舰名 重新来命名 新一代的日本海次的这些核心舰艇和主义舰艇 你想想看 他到底要向外界表达什么样的意思 而且我要说的是 这种要表达的意思 恐怕绝不仅仅是针对中国的 R2DDH叫做直升机航母 它的性能怎么样 具备一些什么样的功能 这条航母 应该一般意义来讲 我们把它叫做直升机航母 或者说是准航母 因为你要不带个准字 不带个直升机这样的定语 一般意义航母应该是带大量的固定义作战飞机的 像美国俄罗斯那种航母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航母 为什么叫直升机航母 因为它目前上面带的主要是直升机 而没有带固定义的作战飞机 所以如果用一般意义的航母来讲 它是个准航母 还不是真正意义的航母 但是这条航母 这条220DDH 应该说它的性能至少已经具备了这样 未来现在叫准航母 现在叫直升机航母 但是它的性能具备了这样的条件 就是未来稍加改装 甚至不加改装 只要换个机种 换个搭载的飞机的种类 那么调整一下 就有可能摇身一变 把准字去掉 把直升机变成真正的固定义飞机航母 为什么这么说 你看它个头 我们知道 从这个船 我们讲 一般讲它的排水量 你看这个船的个头有多大 应该说它作战能力就有多强 1万吨的船 跟3万吨的船 那是没得打的 它的排水量 按照 它此前 我们知道 日本海上作卫队曾经造过两条 同样的DDS 就是这种直升机航母 那么上一代的两条 就181舰和182舰 日向号和10号 满载排水量不到2万吨 181万9的样子 已经很大了 将近2万吨了 相当于英国的轻型航母 那么这条 属于此前日向级的改进型 叫22DDS的改进型 它的满载排水量 设计的时候 刚开始说是24000吨 但是现在 我们看到最新的情况 它自己也承认了 满载排水量 从189000吨 被放大到了27000吨 增大了50% 将近3万吨的排水量 将近3万吨的排水量 什么概念 英国的无敌机轻型航空母舰 排水量才不到2万吨 法国的第一代中型航母 这个福序级 它的满带排水量 也不过才3万多吨 那是中型航母了 所以它已经超过了 轻型航母的排水量 逼近了中型航母的排水量 那么再从它的载机能力来看 现在目前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 我只带直升机 所以我叫直升机去路舰 它是连航母这俩字都是 它都不承认的 都是我们外界给它加上的 那么我现在就是带直升机 对外讲带多少架 其实我们看它的直升机起降点 可以看出来 大概可以带15架左右的直升机 那么未来 如果稍加改装 比如说甲板的强度加强一下 比如说内部机库的结构 在经过一个稍加调整 那么它完全可以带 虽然它是舰手没有装弹射器 不能装美国那种弹射起飞的 孤零力作战飞机 但是像海耀 像美国的下一代F35B 这种垂直短距起降飞机 搭上去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那么大家可以想想看 27000吨将近3万吨的排水量 逼近了中型航母的排水量 这样一条大船 如果带上美国的下一代F35B 垂直起降舰载战斗机 可以带十几架 这不是航母是什么 连个准字都不要加了 连个直升机几个字都不要讲了 所以它典型的 就是将近3万吨的 介于轻型航母和中型航母之间的 这样一个标准的航空母舰 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8月6号 在今天这一天下水 下水即将服役的 日本新一代的DDH 也就是说 它之所以不敢直接了当地称其为航母 加个直升机也好 或者说我们说的准航母也好 完全是日本在偷换概念 是这样的吗 就是由于阿准之后 规定它不准拥有航母 没错 它就是为了回避 这个所谓和平相马的限制 大家知道和平相马 对它是有很多限制的 比如说集体自卫权是不容易行驶的 国家不能有战争权的 你是不能有军队的 所以它叫自卫队 陆字海字航字 甚至对武器装备 严格限制 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是绝对不许装备的 直接点到了 不许拥有航空母舰 不许拥有核潜艇 不许拥有进攻性的弹道导弹 都不许拥有 所以你不许拥有 我拥有这些东西的好 我不叫 至于这个东西我到底叫什么 那咱们另说着 至于这个东西到底什么内容 咱们另说着 但是我就是不叫航母 你们怎么说是你们的事 我是打死都不叫航母 别人是挂羊头卖狗肉 这是典型的挂着狗头卖羊肉 不允许拥有 现在不但是拥有了 而且把防守也转行了进攻 而且进攻的力量 我们看到了 还是非常强大的 那么如果假设 它将来搭载了美国的F35B之后 等等之后 它的对于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 有多大程度的提升 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首先我们从航母 刚才我们讲的2-2DDS 跟它的上一代 就是现在日本海资已经装了两条 181和182 就是日向号和10号 那个叫16DDS 是16年度当时列入规划的 这是2-2DDS 22年度 按照日本天皇纪元来算 那么是2-2DDS 这个你首先跟前一代比 如果说此前的16DDS 还是主要可能真的是为了搭载直升机的话 那么现在开始建造的2-2DDS 这是第一条 后边还有一条 那么16DDS造两条 2-2DDS造两条 显然它已经不仅仅考虑要搭载直升机的问题了 未来肯定要搭载固定力的作战飞机 当然什么能拿得到 那要取决于美国人什么时候给它 因为目前还没有签这个东西 但是它至少具备了这样的可能 那么未来对日本海资的能力有多大的提高 为什么要造四条 你看前面造了两条 为什么后边还要造两条 因为日本海上自卫队刚好就是四个88舰队 四个88护卫队群 那么它每一个护卫队群里 它都要配齐一条叫DDS的东西 过去的DDS 那真是DDS 叫直升机驱逐舰 五六千吨就带三甲直升机 现在这个DDS变味了 所以我们讲 这个日本人为什么你不能相信他说的话 他这个DDS是什么的缩写 是直升机驱逐舰 或者他自己内部叫直升机护卫舰的缩写 有这么大的驱逐舰护卫舰吗 两万吨了 第一代两万吨了 第二代两万七块三万吨了 还叫驱逐舰 还叫护卫舰 我没见过这么大个的 但是他就这么叫 但是实际上他是打着DDS 就是直升机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的这样一个名义 要给他的四个88舰队 每个舰队要配上一条 两万吨 甚至将近三万吨的大型的载机舰 就是编队未来的核心舰 那么这样一个编队如果配齐了 现在配了两条 再造一条 如果再造一条的话 四个88舰队全部配齐了 结果是什么 就是日本整个海子四个88舰队 它的综合作战能力将于此前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过去日本的88舰队 为什么叫88舰队 八舰八机 八条驱逐舰 八架反潜直升机 现在首先反潜能力大大提升 它一条DDH上就带十几架直升机 那可不是八舰八机了 那么我整个一个88舰队的反潜作战能力 直升机主要是反潜 将有一个质的提升 甚至分贝的增长 这是其一 其二 这次我们讲两两DDH 如果未来拿到F35B战斗机 如果适当把这舰体稍加改装 能够带上十来架垂直起降的固定翼作战飞机 那就不是反潜的问题了 就是可以防空制空对海对舰攻击的问题了 说句难听的话 日本的航母编队就又出来了 那么以这种将近三万吨的两两DDH 搭着F35B战斗机为核心 组成新的88舰队 就将足以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 长期以来梦寐以求要实现的 护卫一千海里的海外战略航线 这样一个需求 可能到那个时候 当年的日本海军 日本帝国海军时代的那种联合舰队的出行 恐怕就要重新再翻版出来了 也就是说历史的某些景象可能会再现 也就是看到现在尽管日本还叫自卫队 但是他们所做的准备完全是为了攻击在做准备 因为您刚才已经为我们分析了 现在这艘刚刚下水的准航母 它所有的这些设计的细节和搭载的武器装备 完全不是出于防守的目的 完全是进攻性 完全是一个军国主义复活的野心在蠢蠢欲动 刚才您也谈到了 其实这艘22DDH不是它第一艘直升机航母 之前已经有两艘了 日向级的 而且今后还要再造一艘 那么这个是不是说明 现在日本为它今后真正拥有航母 正在一点一点的在做着各种努力 应该说已经不是到准备的这样 已经不是用准备两个字来说了 应该说是在一步一个脚越着 在稳步推进的过程之中 是ING 是进行式时态 而不是说将来时的问题了 因为刚才我们也讲到 日本现在的过去的 它这个八八舰队 老实讲 过去那个真正意义上八舰八机 八条驱逐舰 它自己叫护卫舰 八条驱逐舰或者护卫舰 带八架反潜直升机 那个老实讲 真的是以防御为主的 为了对抗前苏联的潜艇的威胁 冷战时代 所以它当时最强的能力就是反潜能力 有人当时戏称 把日本海上自卫队叫什么 叫美国第七舰队的反潜大队 就是把整个日本海自的八八舰队 叫美国第七舰队的反潜大队 或者反潜支队 但是现在我们讲 由于这个DDH内含的变化 表面上还叫DDH 以前的DDH是五六千吨的白根级和枕明级 就带三架直升机 现在有前两条DDH 已经到了一万八九千吨 带十来架反潜直升机 未来即将降到的两两DDH 这是下水第一条 肯定还要再到第二条 你想了不要想 那么是将近三万吨排水量的 甚至可以带固定翼飞机的 这样一个准航母 或者说未来就是航母了 这恐怕已经不是第七舰队的反潜大队的问题了 它已经不光解决一个反潜的能力了 反潜能力倍增 翻着倍子往上走 同时它的防空能力 舰队远海的制空能力 有固定翼飞机 我在远海就有制空权了 有了制空权 我就有制海权了 这就是航母编队要开出去了 那就不是第七舰队的反潜大队了 是可以跟美国第七舰队相提并论的航母舰队 航母战斗群了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 所以它这个日本海军 这个日本海字 包括现在日本各个字 这个鹿字海字航字 它各个军种其实都有这样一个想法 就是我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我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借口 我要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 把你的和平宪法的各种限制 套在我脖子上的各种脚索 我要一步一步的突破掉 如果条件成熟了 我就一步突破过去 如果条件不成熟 我就做好各种技术上的准备 只要条件成熟了 我就一步过去 这个航母就是个典型 你表现上看 我没搭固定翼飞机 你不能说我叫航母 我顶多叫直升机航母 我是本枪航母 但是我船已经造的这么大了 英国的轻型 可以带垂直起降飞机的无敌机 才不到两万吨的 我造的将近三万吨了 我船体摆在这了 只要需要稍加改装 你把飞机给我 搭上去就是航母 而且玩这个 日本人可是驾轻就熟的 太平洋战争之初 它有十条航母 战争一爆发 稀了糊涂 又改了七八条十来条航母 那都是战前造好的 用潜艇救援舰 用辅助船的名义造好的 船放在那儿 稍加改装搭上飞机 暂时就临时改装航母舰 这种事情 日本人玩的太多了 太熟了 现在它又在玩这种猫腻 也就是名义上 它还不敢 明目张胆的说 我这就是航母了 但是在这个做法上 其实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对 好 我们看到除了 日本的新航母下水之外 日本的防卫省 也是有了一些新的动作 它对外表示 要刺激日本的军工产业 要干什么 说生产出来的产品 不但自己用 要销售给其他的国家 我们知道 在二战之后 刚才我们提到了 不允许它拥有航母 也不允许你武器出口 但是现在不但航母有了 这个武器还准备出口 接下来日本还打算干什么 它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它的最终目的 就像我们经常所讲的 它已经不满足于 当一个经济大国 而是经济大国垫底之后 要谋求一个政治大国 而在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 这样一个过渡过程中 能够以经济大国 走到政治大国的过程中 它还必须跨过一道考 那就是军事大国 它认为只有 具有了军事大国的实力 才能够支撑起 政治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 这是它要做的事情 包括你刚才讲的 它现在要干什么 为什么此前的和平宪法 当然和平宪法 不是它自己一家制定的 也是大家摁着它 你必须制定这么一个东西 对你进行一个限制 除了刚才我们限制的 不能有自卫权 集体自卫权 不能有这些航母 核潜艇 这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之外 为什么当时给它加上这么一条 你武器不许出口 为什么 因为武器一旦允许你出口 就等于给你重新发展 或者说起步你的军工产业 给你开个绿灯 我不让你出口 这对于它来讲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限制 因为我不让你出口 那么你的武器装备 你只能自己生产 自己消化 而你的武装力量 不管你叫自卫队也好 或者未来叫国防军也好 你的规模是限定死的 那么你的规模这么小 你的订货数字那么少 你的成本将非常的高 我设计出一种坦克来 我造一百辆 跟造一千辆 那成本能一样吗 我造一百辆 我造一千辆 我自己买不了一千辆 我买一百辆 九百辆对外出口 我就可以把成本摊下来 如果我不能对外出口 我只能造一百辆的话 那我这一百辆的成本非常高 你看日本 它的武器装备 特别是陆上自卫队的9010坦克 那个造价 在第三代主战坦克中 谁也比不了 比别的国家 甚至比美国的造价高好几倍 为什么 就这个原因 我不让你出口 所以你的成本摊不下来 所以你的军工产业的发展 始终资金上受到限制 难以为继 这个成本已经这么高了 老实讲已经赚不到什么钱了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要搞出口 要突破这个限制 他也是看明白这一点 我突破了这个限制 只要我武器装备能够出口 那么他毕竟技术上有一定的优势 那么我武器装备一旦出口 我的产量哗就可以上去 产量一上去 成本就可以摊下来 那么成本一摊下来 一个我装备的数量 我同样是这样的钱 我成本如果下来了 以前装100辆 现在我可以装300辆 这是一个 再一个 我拿回了大量资金 就可以反过来 支撑国内的军工产业 进一步的去发展 这个滚动发展 叫个良性循环 而这一点 也就是当时之所以 不让他搞武器出口的原因所在 背景所在 他现在就是要突破这一点 所以他要搞武器出口 后边的想法是很多的 他后边要做的事情 也是很阴险的 总而言之 其实就是对于二战之后 给日本所设的条条限制 现在日本是在想方设法的 一步一步的在突破 那难道对于他的这种野心 就真的摁不住了吗 就没有办法遏制吗 或者说没有人能够管得了他吗 我觉得是这样 能不能管得住是一个问题 想不想管 又是另外一个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到底谁想管他 谁不想管他 这些问题 其实现在对于日本来讲 我们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读的 应不应该管 太应该管了 那么现在老实讲 对日本突破和平想法的限制 包括他修宪 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 老实讲最有限制能力的 毫无疑问 影响力最大是美国 而美国在这里的角色 又是非常尴尬的 冷战时代 摁住日本的脖子 冷战结束之后 美国要搞战略重心东移 重返亚太 又要日本搭把手 又需要日本来为他干很多事情 去遏制他很多 遏制不过来的对象 那日本就是很明白了 需要我干活好说 把我嘴上的脚子给我拿掉 把我脖上的脚索给我松一松 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老实讲 他也很纠结 不放吧 他不给你干活 放吧 放到什么程度 放秃了套了 回过头来再咬一口怎么办 日本这个国家什么事情干不出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其实美国也很纠结 的确可能目前 安倍心里也非常的清楚 就是这个能伸手 该伸手的人没有伸手 或者目前还不太想伸手 所以才为所欲为的 在做种种的努力 但是这份野心 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好 非常感谢您对以上话题 所做的分析介绍 谢谢 再见 最后也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期的海峡两岸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